净空故 空在无障门 因缘 合合了 那就有了 就成了 因缘别离 就散了 散了就没有了 家庭的成员 有人死了 有了 离了婚了 缘禁了 缘禁还分手 各自寻门找 就不是一家的了 对这些事 你学佛法的人 从来不留恋 什么时候死 愈快快就死了 缘禁了 这一段姻缘了 无挂无奈的 对这个世界毫不留恋 也没有可留恋的 缘散了吗 留恋也没有 一切事物都是入善 成住坏空 咱们不是学佛的人了 咱们说这个 算命的先生 会算的 算的 能算 他能算到 这个物质 什么时候坏 是不是成交 那你学佛的人 以他的智慧 观察 观察到的 他能算出来 在民国22年 1933年 天津 那发现这么一件事 登报的 什么事呢 一个瓷枕头 瓷枕头 这持枕头啊 夏天嘛 持枕头 就拿瓷做的枕头 枕起来是凉块的 那个 阔家的人吧 很富有的人嘛 家庭才有这种 他闹老鼠 闹老鼠 他就 没什么拿的 拿个枕头 打那个老鼠 这本来没什么稀奇的 这一打一把 持枕头 打坏了 打坏了 有个字条 字条 说持枕 极数而碎 说这个枕头啊 是因为打老鼠 才碎的 这就稀奇了 这个枕头呢 一查的棉线 是宋朝时候做的 宋朝有个算命家 算得非常的灵 有时候他测验 他的技术 是不是好 他因为 搁这枕头里 写个字条 他算这个枕头 怎么会坏 将来怎么坏 他是打老鼠坏的 搁到里头 这就是预言家 他在家里经常算 他算这个饭碗 哎呀 他说这个饭碗 宁尽了 中午一定会坏 他说这个可灵吗 能这么准确吗 他就把这个饭碗 扣到桌子上 他就坐那 瞅这个饭碗 我看你这个时限 怎么睡 到中午吃饭时候 他说太太饭做好了 大家一家都要吃饭 就等着他 他就不来吃 你咋不吃饭吗 什么时候 说我看他怎么睡 他说太太气得 把那碗 把他打 他哈哈大笑 这么睡的呀 好了好了 吃饭去吧 他经常 大家最初 没算成的时候 有一次他又算 算这个瓶子 早晨八点钟 一定睡 他搁这也不是 搁那也不是 怕碎了 他要把瓶子栓上 拿个袋子装上 挂在那墙上 我对着墙瞅着 我看这瓶子怎么睡 他太太的弟弟 到他们家来 来看他们 他骑着马来的 那时候没有火车 没得汽车 这马没定乎酸 东找西找 找了一个木头角子 带外奏 把那个木头角 钉到墙上 好酸马 这一定啊 把他里头挂的瓶子 正好 一动 啪就打碎了 这个瓶子是这么碎 这是世间的树法了 这树啊 什么叫树呢 大家学过这个没有啊 八卦 六窑 你看那算命的挂摊 都摆个六窑 这就是道极 这是咱们原始的 无极升太极 以太极升两亿 两亿升八卦 升六窑八卦 八卦是变化的 变化的时候就八八六十四卦 以这个来做算法 这种古来人主持发明的 刚才我说的就是一直这个算法 这叫数 数学 数学 现在咱们科技发达什么都是数学 这懂得这个原理吧 这叫数学 这佛教讲这个数学 超过他们这个了 说每次都讲十门 十者是十十无尽的 性空 是数学 算它空了 怎么空的 一样一样算 不存在的 这是原 注成了 原散了 不必留恋 你学后 原起了 学学性空 就 性空 原起 原起 性空 在新加坡 光明散 请我去讲 我就讲了三篇 原起 性空 性空 原起 这四个字啊 你别看简单了 是四个字 你讲一个月 原起 性空 一篇两钟头 一个月你是讲不完的了 真正的讲透彻了 真正明了 什么叫原起 什么叫性空 不是两句话 一切事物 都具着 像我刚才说这个 这是原起上的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少康杰 大家如果学日送死 学学 他叫少康杰先生 因为这个枕头打出来 这个纸条写着 就是少康杰 此前为基斯尔帅 这就预言讲 还有没有 中国的渊天刚 李春风 都是这样算数 数学讲 像就说诸葛亮啊 那汉朝的了 刘百温啊 是明朝的了 这都是数学讲 这个树啊 生死的 不是了生死的 咱这个原起性空 因缘 是了生死的 原进还分手 各自寻门着 因此把家庭 夫妻 一切的因缘 一笔勾 大家念过 莲子大师七笔勾 就知道了 这是缘起 缘聚在心 缘灭在散 不被留恋 一切事物都入死 今天看着成 明天就是一场风 就坏了 一场大风 就没有了 前年吧 这得说前年了 我们去朝这个 玄奘法师 走那师叔之路 我们都看到 到那个新疆 朝那个高昌国 这高昌国在 唐僧 玄奘大师去西 去这个印度取经时候 在这讲过经 讲 有个高昌国 在乌鲁木齐吧 但是一夜之间 高昌国没有了 整个的全国这个土地 什么都没有了 直到暴风吧 波风刮那风沙 沙子埋上了 隔了一千多年之后 我们再去 高昌国又陷了 那风把那沙子吹走了 陷了的时候 才看着 原来的高昌国的避界 你知道这个就知道 缘起 风把沙子吹走了 它又陷了 一场风 沙子就把它翁上了 就一夜之间就翁上了 这是大自元的变化 大自元变化就是 该散的时候散 就是缘起 它这个缘就是风散 别的缘没有 咱这人生就是入世 看一切法 咱们这是讲原教 原教的信空 注重信空 信空才能缘 缘起注法 信空缘起注法 都入世 一切事物 就是这样变化的 今天看着成 明天就没有了 咱们看着 这个地方是空的 十年前 十年前 十五年前 这什么都没有 这一天年前 这个是大花言寺 多点是上千人 大花言寺 从这后的山顶上 到这个前面 如果你们看看后头 我那院子里头 那些碑 就知道了 现在它又空了 没有了 没有了 现在咱们又修个普寿寺 不是华言寺 他挖这个地基的时候 挖出来 决成大师 决政大师的那个碑 那时候他是果寺 果寺 那后头那些碑 就记载他 当果寺 当这个生政的时候 大生政 记载都是那些事 从这个太原三西 一直到这个大同 这一路的寺庙 每个寺庙的住词 每个寺庙的名字 咱们那个床上都可以得有 一切无常的 圆灭了 没有了 现在因为空 灭了没有了 现在又建了个普世寺 空才能建立 就信空圆起 圆起信空 圆散了 你不要伤了 悲伤了 呆了 咱们都喜欢有 不喜欢没 你学到这 就喜欢没有才好吗 信空才好吗 圆成了 也没什么幸福 应该这样 我应该这样 灌 信空了 说不定是最大的 好处 没得烦恼了 空了 还有什么烦恼 因为空固 没有障难了 也没得烦恼了 一切都无障难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里头 有时信空了 圆成了 就叫圆起了 有时坏了 在这个讲这个时候 在《华安经》讲 是总通别义 总通别义 加个成坏 这叫六项 十玄门六项